泰拳一向以刚猛狠辣而著称 如今拳手低龄化在泰国成为普遍的现象 在比赛过程中 孩子们是身着短裤 手戴拳套 在没有佩戴任何护具的情况下 以泰拳的方式挥舞拳头 猛烈地攻击对方 即便是被打懵也不能停手 为什么打泰拳 有钱拿 就是这样一个回答 让他们从五岁起 就要靠在拳台上搏命来养家糊口 今天的亚洲脸谱 带您走进这群泰拳少年 看看这一脸稚气的他们 究竟经历了什么 泰拳是泰国的国际 是非常受欢迎的国民运动 是一项以力量和敏捷著称的搏击艺术 主要运用双拳 双肘 双膝 双脚八个部位 作为武器进行攻击 极具杀伤力 也被称为八条腿的运动 是七百年前 从战场流传下来的格斗术 植根于泰国传统文化中 在场上 泰拳手依靠强悍的身体素质 抵御攻击 不佩戴任何保护措施 成功拳手能击身名人行列 荣誉和金钱的吸引 让泰国很多少年儿童 将打泰拳作为谋生 获取名利的重要途径 拳手低龄化 也成为普遍现象 十一岁的纳塔尼亚克 来自泰国东北部伊桑地区 这是泰国诞生泰拳冠军最多的地方 也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 这个看似与同龄人无异的男孩 却是位职业拳击手 历经敖战的他在当地很有声望 是村子的明星拳手 塔尼亚克家生活贫困 父亲没有工作 母亲在曼谷当保姆 每月寄回的薪水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并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 塔尼亚克的全赛奖金 多少能补贴家用 这让年仅11岁的塔尼亚克 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他的日常训练安排在上学前和放学后 每天训练4个小时 一周7练不休息 一般儿童应有的玩乐时间 对塔尼亚克来说十分奢侈 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比赛 他必须减掉3公斤 为此他身穿厚重的外套 头戴棉帽脚踩拖鞋 顶着30摄氏度的高温 舞得严严实实地奔跑8公里 在泰国像塔尼亚克这样的 儿童拳手不在少数 据统计 泰国低于15岁的未成年拳手 约有20万人 这一数字在2009年时为2万人 短短10年间翻了10倍 拳手日渐低龄化 已成为当地的社会问题 对于泰国的贫困家庭来说 打泰拳是通往名声和财富的入场券 据纽约时报报道 农村家庭靠务农 每月平均收入在6300泰铢 约合人民币1328元 相比之下 刚刚登上拳台的小拳手 一场胜利就能够带来1900到19000泰铢 约合人民币400到4000元不等的收入 这不仅能够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甚至能将家庭带入中产阶级 由于未成年拳手间的对决 充满不可预测性 儿童拳赛非常受庄家欢迎 在泰国偏远地区 地下拳赛成为赌博黑市 每晚都会有数万美元的输赢 一场拳赛除了观众 少年拳手的教练和家人 也会在比赛中下注 在巨额奖金的催化作用下 全村人都会把赌注压在少年拳手身上 让孩子们倍感压力 为了荣誉 更为了生计而战 很多泰国儿童从5岁就开始打比赛 每天要进行严格的训练 不少泰拳训练场应运而生 太拳训练项目沉重繁多 包括10公里跑 跳绳 跳轮胎 打沙带 打拳把 负重训练等 视线转回塔尼亚克 为了尽快达到25公斤的参赛体重标准 他在夜里继续跑步训练 作为伊桑最厉害的儿童拳手 塔尼亚克几天后就要赶往曼谷参赛 他所在的村子为了这场比赛 筹错了5万泰铢 约合10500元人民币 这不是给塔尼亚克获胜的奖励 而是为这场比赛下注的赌本 在伊桑 5万泰铢相当于当地人一年的平均收入 他背负着全村人的希望 在泰国 泰拳是彩票之外唯一合法的赌博方式 这项运动犹如一块吸睛石 举行认证拳击比赛的注册拳击场馆 被看作合法的赌博场所 在曼谷的电视拳击比赛中 赌客下注金额相当于数百万人民币 为了挣钱贴补家用 一些家境贫寒的花季女孩 也被送上拳台打拳 一旦上了拳台 她们也有着与年纪毫不相符的勇猛 但有时即使比赛报酬仅有165泰铢 她们也以死相拼 2018年11月10号 泰国13岁少年安努叉 在一场全赛中被对手击倒身亡 引起泰国震动 画面中 安努叉被对手五次重击头部 倒地昏迷 最终因颅内大出血 在医院不治身亡 在安努叉的葬礼上 她的叔叔接受采访表示 这是一场意外 并不想责备对手和裁判 比赛中没有带护具是安努叉的死因之一 据泰国媒体报道 安努叉自幼失去双亲 被叔叔抚养长大 他从八岁就开始打泰拳 所有收入都用来养家糊口 他生前已经参加过174场比赛 对于数千个家庭来说 泰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但也风险并存 在场上孩子们身着短裤 手带拳套 在没有佩戴任何护具的情况下 真刀真枪的对决 可能会在比赛中受重伤 经研究发现 由于儿童拳手的大脑尚在发育阶段 头部在比赛中受到反复撞击 与交通事故时的脑外伤相似 将造成永久性脑损伤 包括记忆丧失和智商低下 从业时间越长 受到的伤害越严重 这意味着多年后 当大多数低龄拳手结束职业生涯 都要承受相当高的代价 目前泰国国会正计划通过一项议案 禁止12岁以下的儿童参加泰拳赛 12岁到15岁的未成年人 需要经过父母同意 才能参加全赛 一些社会人士甚至希望将参赛年龄 提高到18岁 但针对这些提议也有反对声音 一些拳手表示 训练可以让孩子们远离毒品和酒精 如果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全赛 可能会断绝不少困家庭的收入来源 而且这样的规定也不符合泰拳界 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 我认为许多了 这些联系是 我认为许多了 非常严重的联系 我认为许多了 学生的学生 每天都没有赏钱 她没有负责钱 中文好